那是在二軍的一個成績 一上籃了 連續三個壞球 郑昭昂也很殺的 沒有等的 直接就揮擊 於是今天 包括他個人 包括牛隊 今天都有本錢積極來進攻 沒錯 這個打擊的觀念很好 就是沒有好球 三個壞球 這個當然的好球 幾乎就是紅中的球 紅中的球 你不打的話 後面的球會越來越偏 對 有一首軍歌也是這樣唱 莫等待 莫依賴 安打不會從天上掉下 然後不是 勝利會 差不多意思 但是很有自信 而且重點還是有設定 三外球就一定要打 就是說你田的球進來 他就不放 是 現在輪到的是第一球放的吳宗群 今天兩者的打擊都沒有安打的出現 吳宗群跟昨天看到兄弟相對的三位 新舊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滿急著打的 就覺得好像這個 要他們會想 教練也都會提醒多看幾個選 但事實上一上場都還是滿急的表現 當然也是對方的投手也比較不閃避 也是 投進來的好球率也比較高一點 野上跑得早了 這個球碰著一個滾地球 考驗一下三類手接到之後 沒得傳了 這時候也開始的運用戰術 加上這個球輕輕碰一下在三郵間 等到林志成接到的時候 已經是沒有機會往一類船 紀錄上面應該是一個內藍黨 也恭喜吳宗群 一定出現的生涯還第一次安打 是配合戰術得到的 這球外角球是投手很偏 重點是游擊手有一點被打跑戰術 吸引到二壘方向 三壘來接的話 其實移動的距離滿遠的 我們也看到吳宗群的速度很快 他不是打擊爆發力好而已 而且包括他的跑力速度都很積極 今天其實在第二局 就是他的一個很關鍵的衝刺 如果那個衝刺他沒有那麼賣力的話 現在幾比幾其實都還很難講 有可能就是3比0 或者2比0也都有可能 現在是沒有人出局一二六人 打架輪回到第四輪的第一棒張建民 前三四的打擊有一隻安打一個打贏 這個半局換上了郭建宏的 但是新童牛隊呢 目前是繼續的展開了一波攻勢 那扶手林鴻鈺這時候呢 也過去跟郭建宏稍微再溝通一下 因為現在的最主要 我們一直想說郭建宏最主要 他的控球好 才是他的一個生存之道 但是這一局的話 壞球蠻多的 這球壓得還蠻低的 雖然速度有出來 但是又是一個偏低的壞球 是誰 是誰 你對阿 是誰 不是誰 就是我 來臺 最後一盒 開始的時候 跑到排球 我往前的時候 去燃爽 舉起 變現場 是誰 好 要忍住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火哥張建民的生涯的打擊率 有兩成九四 這個生涯的打擊維持得滿平穩的 去年是發揮得更好 是有三成二把 這球還是被判壞球 這下子真的就麻煩了 形成了一號三壞 跑者還在一二壘上 而且沒有人出局 他就沒有在保送的本錢 六局的前半 領先五分的新總牛隊又大局的進攻 這球結果打成一個右半邊的滾地球 至少有一個推進的效果 所以多打得好處了 牛隊也沒有用任何的戰術 就有一個推進的到二三壘的一個狀況 現在形成了一出局 所以群眾也不鼓掌了 因為最起碼要把機會做給下一棒的打者 今天呢 最沒有發揮唯一還沒有安打的 就只剩下現在要上場打擊的二棒林中南 今天呢三次的打擊並沒有安打的出現 內野呢這時候熊隊也魔化動啊 不能再掉分 只好百分之百的一個拘前幫手 都靠到草皮的邊緣 尤其雷上兩名跑者的速度也都慢快 郭建宏呢這個球也是壓得很低 不過打者呢都忍住沒有出放 現在藍流熊隊呢 有發現了一些問題 趕快叫一個站停 有點頭的太過於小心了 因為這個打者是 藍流必須要先抓下來的打者 如果說這個打者 你讓他保重行程滿累的話 反而會更不利 前面開玩笑講說是 唯一雷克斯的休息戰 如果再沒法解決 後面是威娜斯 林毅全 張代山 今天都打得相當威猛 甚至於今天呢 整個牛隊九個棒次了 只剩下林中南沒有安打而已 不過應該只是上來稍微緩一下 要鼓勵一下 就是說你要勇於跟他對決 對 站停過後還是要繼續來面對林中南球 舒適 沒有好球一壞球 這個球三點方向 三點手接到 先逼回壘上的跑者 再往一壘船 成功了喔 成功的走久 對 這樣打著呢 給刺殺 然後再換個角度 從氣勢論的 這一局如果 籃球還是能守住 其實對地主隊也不無小譜 對 就很成功的投了一個內角升卡球 打成三壘的滾地球之後 逼退然後傳一輪 做得都相當的穩定 打進去 打進去到威納斯 今天呢三次的打擊當中呢 就是有一支二連安打 目前還是一個二三類友人的狀況 其實球盾還壓得滿底的 但是呢 厲害之間牛隊的打者都沒有上當 郭建宏呢 在熱身賽的防禦率還不錯 2.08 這位球打到游擊方向 一個彈跳 游擊手機到之後 傳一壘 以為我還是這樣打著可以四殺 不過驚險的守住這個半局 目前的心動牛隊還是5比0領先 天啊 比較好